我是瑪嘉莉,今年就讀中四 我是王儀琪,今年也是就讀中四 我們是來自孔教學院大成學 的培增中學的學生 這次的作品就是以東華三院文物館 和東華醫院兩座建築物為主體 以3D打印的技術和人手賞識 去呈現東華三院兩座標誌性建築物的昔日光輝 對於我來說,今次製作的過程中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只能夠以一些建築的圖片 由平面的圖片去製作一個立體的建築 對於我來說也是一個挺新的體驗 通過這個計劃,我也學會了一些新技能 例如是自主學習 和我和老師的溝通都多了 近年有些學校都經常推動了 STEM去不同學科 例如語文科、歷史科、社科等等 同學上課經常會用到3D印 或者在STEM Lab進行合作 做一些不同的作品 馬嘉莉和黃耳其同學 在他們的作品裡 都用了不同的3D印 除了劍母之外 還運用了社科的透視角度和上色技巧 另外在他們閱讀的過程中 還學到如何將他們閱讀的資料 整合成為他們的作品 歷史科 我們主要是教授歷史上的知識給同學 包括關於早期香港華人歷史上 我們希望做一個知識的機關 加上我們學校的同學 或者是由初中開始 而有很多跨學科的學習能力 包括STEM 以及我們會跨語文科的閱讀 在這次的作品裡 我們都參考了東華三院史料三篇 在裡面了解了它的定位 以及它對若細社群的一些關愛 以及它的貢獻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有閱讀額外的書籍 例如《香港史一百件大事》 從中了解到東華三院的歷史價值 以及發揮它的正向價值 我們學校的學生 今次在這個獎勵計劃裡 就榮獲了創意獎 而我們在創作作品的理念前提之下 其實都需要參考大量的文獻 除了這個計劃本身官方提供的 東華三院史料三篇之外 我們都以這個作為基礎 去進行延伸閱讀 而我們學校其實本身都很推廣自主學習 老師作為一個輔助者的角色 其實主要就是引導學生去篩選有效的資料 去幫助他們辨別文中的觀點與角度 我們本校都很希望同學在參加這個計劃的時候 可以透過閱讀 除了喜歡閱讀之外 亦都可以從閱讀中去學習到歷史的知識